在卡梅隆安东尼以240万美元入驻萧斯顿之后,球尼们对于火箭侠塞机的期待也变得更干了。 但是美国媒体却并没有给火箭这个面子,他们的渡贯概率不升反降,从原本田瓜为加盟前的4.0%下降,到了3.8%的概率,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全美对于安东尼加盟火箭的恶意。 在上赛季为了停效力一个赛季后,田瓜的身价从尼克斯师皇帝直接变成了俄成的毒瘤,如今田瓜以底薪加盟火箭,甚至还愿意接受剔毒的角色,可以想象他是憋着一股气无处是棒,那火箭真的能拯救安东尼最后的生涯吗? 7月安东尼最佳的搭档长熙比鲁普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近日比鲁普斯在社交网站上与网友们讨论了安东尼加盟火箭的话题,有不少的网友询问比鲁普斯,安东尼是否如同美国体育专家预测的那样丑陋不堪? 比鲁普斯给出这样的答案,从卡梅龙还未加盟休斯顿时,我就已经听了不少体育专家门贝西,了一整天,关于这几个人,在一起打球的话题了,特别是卡梅龙他被严重低估了,但我始终认为火箭能得到卡梅龙是好事,他仍然是对位者最大的噩梦,因此火箭的进攻相比上赛季会变得更强。 这问题可以防守端,我想火箭也会找到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从比鲁普斯的话语中就可以听出,他对于外界这样羞辱安东尼的看法有点不满,如今也是亲自为好兄弟返回尊严。 随后还有几位网友主动提到了新日在决金时,比鲁普斯和安东尼组合的成功西部决赛,以及基德和安东尼的组合,并认为安东尼从内之后就再也没有,跟真正的空位他办过了。 微少并没有成功激活安东尼,而现在他可以和克里斯保罗这样伟大的空位搭档,安东尼不仅可以变强,火箭还可以走得更远,比鲁普斯对于这位网友的恢复大家赞赏。 不仅是同意了这个看法,还点赞,威斯布鲁克确实是一个打球霸道的空位,但是在传球选择上不太稳定,而且容易在上投的时候选择自己搭档,在掌控节奏和传联队友,尚和比鲁普斯相差甚远,而且安东尼本身对于空位的要求也很高了,因为他是纯粹的得分手,他只希望做好得分工作就可以了。 至于其他串联队友,掌控节奏上安东尼并不擅长,所以在绝晶和比鲁普斯搭档时,安东尼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以为大脑替他串联队友掌控节奏,他的得分工作就变得更有效率了。 从火箭主教练得安东尼在填瓜加盟之后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他想让安东尼下赛季变成奥运瓜,而奥运瓜一直是这个联盟的传说, 他的无求能力堪称顶席,尼克斯也一直想让安东尼变成奥运模式。 可惜无能为力,就是缺少一个媒介,而克里斯保罗恰恰是激活钱瓜的关键因素。 如今比鲁图斯的话语,也算是进阶尾火箭送上大礼,二百四十万的钱瓜在别的球队就是鸡肋,而在火箭这里就是珍宝,也会证实一句老话, 居身于淮南自卫居,居身于淮北自卫居。